Andy,我昨天借来一部我心仪已久的电影,名字叫《与狼共舞》,太好看了,你看过吗? 哦,这么经典的电影,我当然看过了。凯文·科斯特纳的出色演技真是太棒了。 没错,而且看这部片子还能了解一些美国的历史。 有人说,美国发展西部的历史就是一部印第安人土著的学类史,这话一点不假。 1700年以前,美洲印第安人就已经住在那里了。 历史学的不错嘛,不过我现在要考考你了。 刚才那句,1700年以前,美洲印第安人就住在那里了,用英语怎么说呢? 又是英语,可是我不会说美洲印第安人啊。 我告诉你吧,美洲印第安人就是the American Indian,现在会说了吗? 哦,是不是说the American Indians have lived there before 1700? 好,Tony,你是用了刚学过的现在完成时吗? 是啊,现在完成时不是表示动作发生在过去,而对现在有影响吗? 说的倒是没错,可是你看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过去的动作对现在有影响吗? 哦,美洲印第安人居住在那里是过去的动作,可是动作在1700年就结束了。 这句话表达了一个过去的过去的意思,这我可不会说了。 要表达过去的过去的意思,我们会用到另一种时态,叫做过去完成时。 比如,我们上面说到的那句话的意思是,在1700年以前,他们居住的动作就已经发生并持续了。 哦,那他和我们学过的现在完成时有什么联系呢? 有啊,他们都是完成时嘛,只不过一个是现在,一个是过去。 现在完成时的动作是在现在之前完成的,而过去完成时的动作是在过去某一时间以前完成的。 那是不是可以说,过去完成时是现在完成时的过去式呢? 你可以这样理解吧,Tony,那你猜猜过去完成时是怎么构成的呢? 既然可以理解成是现在完成时的过去式,那一定是把现在完成时里的助动词have或has, 变成他们的过去是had,再加上过去分词吧。 Tony, you're really smart. 那你想想前面的那句话该怎么说呢? 哦,应该说,the American Indians had lived there before 1700,对吗? 嗯,that's right,我们再来举几个例子吧。 如果说,我在晚饭前把作业做完了,怎么说呢? 哦,这个简单。 应该说,I had finished my homework before supper。 说得对,Tony,过去完成时的用法包括否定句、疑问句等等, 都和我们学过的现在完成时的用法相同。 只不过把现在完成时中的have和has变成了had。 是吗?那就简单多了。 以此类推,我就可以造很多句子了。 比如,he had worked there before 1980. he had not worked there before 1980. had he worked there before 1980? 挺不错的嘛,Tony。 祝贺你又学会了一种时态的表达方法。 谢谢。 这也有Andy 你的功劳吗? 哎呀,Tony,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啦? 不过,话又说回来,主要还是因为你很聪明,也很努力, 才学得这么快,这么好。 对了,现在你都学会了几种时态啦? 时态要用tense。 I had learned five tenses. Oh, no, I have learned six tenses. Very good. Then, what are they? Oh,Andy,这我可不会用英语说了。 我学了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一般将来时, 现在进行时,现在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 好的,Tony,那你学了这么多,你发现它们有什么规律呢? 啊,Andy,你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正想问你呢。 我发现现在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都是完成时, 只不过一个是现在,一个是过去,放在一起很好记。 而一般现在时,一般过去时和一般将来时,都有一般, 是不是放在一起也很好记呢? 是的,这三种时态是各种时态的基础。 它们分别表达了过去、现在、将来的一般时态。 记住了它们,我们就可以应付我们生活中表达时态的基本要求了。 还记得这三种时态的用法吗? 当然了,不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吗? 我给你造几个句子,你听听我说的对不对。 I watched two films last night. So I'm sleeping now, I will go to bed soon. 啊,你看了两部电影啊,怪不得打瞌睡呢。 不过,句子倒是造得不错。 不就是造个句子吗?又不是真的这样? 再说,我现在这么清醒,也不像熬夜的样子吗? 好吧,那你还能不能造几个别的句子? 没问题。 My English was very poor, so I study English every day. Now my English is better, and it will be excellent soon. Great, Tony! 你一定行的! Because you are very smart. Yeah! I was, I am, and I will be. 哈哈,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别美了。 好了,这三种时态,你就算是会了吧。 那当然了。 哦,对了,Andy。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可以对比起来记的一些时态。 可是我们好像还落下一个时态。 现在进行时,它有没有什么好记的办法呢? 也有啊,和一般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相对。 现在进行时,也有过去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与它相对应。 构成进行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哦,现在进行时我学过。 就是用主语,加必动词,加实义动词的ing形式构成的, 表示说话时,或现阶段正在发生或进行的动作。 可是,过去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好像是第一次听说。 是啊,Tony,这两种时态,你还没有学过呢。 不过有了现在进行时的知识做基础,这两种时态,还是很好学的。 那你先猜猜看吧。 过去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会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表示过去和将来某一时间正在发生的事啊? 对极了。 看来,我们这样总结规律,还是挺有帮助的。 过去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就是表示过去和将来正在发生的动作。 它们的构成和现在进行时类似。 只是在B动词上做了些文章。 那是不是就把B动词也相应地替换成它的过去式和将来式呢? 没错,也就是用 were 或者 was 加11 动词的 ing 形式, 还有 will be 加11 动词的 ing 形式。 哦,原来就这么简单啊。 我现在就可以用它们来造句了。 是吗?那造两句我听听。 好啊。 如果说,我昨天晚上从八点到九点都在看电视, 就说, I was watching TV from 8 to 9 last night. 如果说,我明天晚上八点到九点要看电视, 就说, I will be watching TV from 8 to 9 tomorrow night. 对吗? 耶,完全正确。 哎呀,不好意思,我还怕我说错了呢。 其实,我感觉这三种时态和一般现在时, 一般过去时,一般将来时之间的关系很类似, 只不过这三种是进行时而已。 说得对, Tony。 它们都有一些经常与自己联用的时间状语, 你可要用心记住,可不要张冠礼待哦。 那不会的,时间状语也是有过去、现在、将来之分的, 应该不会弄混的。 那就好。 时态学了这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 就差不多可以应付所有的语言表达了吧。 是啊,最主要的时态和最常用的时态, 我们都学到了,还有一些不常用的时态, 概念和用法与我们学过的也是大同小异。 有了你现在的时态知识, 以后你碰到也完全可以理解和掌握了。 真的吗? 当然了,其实时态就是一种语法范畴, 它是用来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的一种方式, 一般时间分成四个部分, 即现在、过去、将来和过去将来, 而动作又可以分成一般、进行和完成, 把这些时间和动作排列组合一下, 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时态了。 好复杂呀。 不过你已经学了不少了, 想想有多少种了? 嗯,让我算算。 一般时有三种,完成时两种, 进行时三种, 已经学了八种了。 是啊,这八种已经足够你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了。 真的,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学过的这些时态是生活中经常用得到的, 你可以试着多用用,熟能生巧吗? Yes, Madam。 好了,这些时态慢慢练习吧,Tony。 这段小短文也是几种时态交错的例子。 按时态出现先后的顺序有, 一般过去时, 现在完成时和一般现在时。 Naughty boy, did you fight with others? Look, you have lost your front teeth. No, mummy, I haven't lost my front teeth. They are in my pocket. Naughty boy, naughty的意思是顽皮的、淘气的。 Did you fight with others? 一般过去时的一般疑问句用did提出。 Fight with somebody, 意思是与某人打架。 Look, you have lost your front teeth. 注意,tooth的复数形式是teeth。 No, mummy, I haven't lost my front teeth. 因为主语是I, 所以用have做现在完成时。 否定结构是haven't。 They are in my pocket. 表示现在的状态, 所以用一般现在时。 In one's pocket, 意思是在某人的口袋里。 Naughty boy. 下面这段对话中出现了 一般过去时, 过去进行时, 一般现在时, 现在进行时和现在完成时。 注意体会他们之间的区别。 Where were you yesterday? I was at home. Why did you stay at home? I was taking care of Sally. What's wrong with her? She had a bad cold. Is she getting better? Yes, thanks. Where is she now? She has been to school. Where were you yesterday? I was at home. 表示昨天的状态, 用一般过去时。 Be at home, 意思是在家里。 Why did you stay at home? Why 意思是为什么, 引导特殊疑问句。 一般过去时的情况下, 后面加注动词 did. Stay at home, 意思是待在家里。 I was taking care of Sally. 这是过去进行时的句子, 表示过去的某个时间, 在做某事。 Take care of, 意思是照顾照看。 What's wrong with her? What's wrong with her? 意思是她怎么了? 用来询问情况如何。 She had a bad cold. Have 的过去式是 had, have a bad cold, 意思是得了重感冒。 Is she getting better? 用现在进行时, 询问她是否正在好转。 Yes, thanks. Thanks, 相当于 Thank you very much. Where is she now? 询问现在的状态, 用一般现在时。 She has been to school. Have been to, 意思是去了某地, 还没有回来。 惭愧,Andy, 你能看看这句英文吗? 虽然一共只有三个词, 但是我感觉怪怪的。 嗯, 我来看看。 I can fly。 哦, 这句话虽然只有三个词, 不过中间的一个can, 里面可是有一些学问的。 你可能就是因为她, 才感觉这个句子有点怪吧。 是啊, 这句话中的I和fly, 不就是我和飞吗? 学了这么久了, 这两个词我还是认识的。 如果我告诉你, can在这里的意思是能、会, 你能猜出这句话的意思吗? 我想应该是我会飞吧。 不错, 不过你要知道的是, can在这里虽然有自己的意思, 但是实际上在句子里的作用 和助动词是一样的。 它的作用是和后面的十一动词 共同构成谓语。 它的名字叫做情态动词。 哦, 原来如此, can搞了半天, 是和一个跟助动词用法差不多的东西。 那由他构成的疑问句 应该是把can提前了? 像刚才那一句话变成疑问句, 就应该是can you fly? 很不错嘛, Tony, 你刚才的分析很对, 而且你还注意到了, can的后面跟的是动词的原形。 你是说can后面的动词永远不变样子吗?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刚才实际上我只是在照猫画虎而已了, 不过我最怕动词的样子变来变去的了, 一会儿是第三人称单数, 一会儿是现在分词, 过去分词, 烦死了, 以后我用的句子都用can来造, 又省事又不会错。 我知道你对助动词的用法掌握的还是很棒的, 我就不再啰嗦can的否定疑问句的表达方式了。 有关can的一些变化, 像can的过去是should等这些, 我在课后列了一个表, 你可以看一看。 因为can和助动词不一样的是, 它有自己的意思, 我还是说一下can在句子里的意思吧。 听你的口气, can这家伙还很有研究的必要了, 它不就是能会的意思吗? 我现在就能给你用can造一个句子。 I can make a sentence with the word can, 怎么样, 不错吧? 瞧吧你美的, 刚才我们学的只是can的一个用法, 表示能会。 实际上can在使用中还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表示允许, 另一个意思是可能。 你还是给我两个例句吧。 像can I sit here? 我能坐在这里吗? 这句中的can就是表示允许的。 哈哈, 我知道这句话我该怎么用了。 如果有一天我走进了餐厅, 突然发现张曼玉坐在某一个小角落里, 我就可以马上跑过去, 指着他对面的座位问他, can I sit here?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不错, 再说一个例子吧。 比如上次我们说过的那个健忘的生物教授, 上课时, 当他打开他的实验箱, 发现里面躺着的不是解剖过的小老鼠, 而是一块三明治。 他就大惊失色地说道, 我明明记得我是吃过早饭的呀, 但是现在我的小白鼠哪儿去了呢? It cannot be true, 这不会是真的吧? 从最后一句里, 你能看出can的意思吗? 我想你一定是想告诉我, 这里是can的另外一个意思, 可能啦。 真不错, Tony。 这回我知道了can的这三个意思, 就再也不怕有can的短句子了。 先别着急, 有一件事我应该提醒你。 哦, 我犯了什么错误吗? 你说的can I sit here? 是很随便的说法, 当你和别人不太熟悉的时候, 你就应该客气一点用may或者could这两个词。 那刚才那句话就变成了may I sit here, could I sit here之类了吗? 这时你说的那句话就可以翻译成 我坐在这里可以吗? 听起来果然客气多了。 实际上, 我们今天所说的can以及后来的may could这些词都有相同的特点, 用法都与助动词相似, 像can may这样的动词其实还有很多, 不过有今天学的can的用法做基础, 掌握这些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篇文章里出现了大量的情态动词may和can, 它们与我们前面所学的一样, 后接动词圆形, may 表示可能, can 表示能, 能够。 Achoo! Flu is coming. You may feel bad. Your throat may be a little sore. Your nose will start running. You may cough too. Then you can be certain you have got a flu. Achoo! Achoo! 是个相声词。 Flu is coming. 这儿用你人的手法, 句子中用现在进行时, be coming, 表示将来时。 You may feel bad. 情态动词may的意思是可能, 表示猜测, 后面接动词原形, feel. Your throat may be a little sore. 情态动词may的意思是可能, 表示猜测, 后面接必动词原形。 Your nose will start running. Will 表示将会出现的情况, 后接动词原形, start doing, 表示开始做某事, run在这里, 只留鼻涕。 You may cough too. 情态动词may的意思是可能, 表示猜测, 后面接动词原形, cough. Then you can be certain you have got a flu. 情态动词can表示可以, 能够, 它后面接必动词原形。 这里的be certain表示确信, 肯定。 Achoo! 本段着重讲述must be和can't be的区别, 这里表示肯定的推测用must be, 表示否定的推测用can't be, 同样也适用于对过去的推测, 对过去不可能的推测是couldn't have been, 对过去肯定的推测则是must have been. Can you recognize that woman, Mary? I think I can, Tom. It must be Demi Moore, the famous actress. I thought so. Who's that beside her? That must be Bruce Willis. Bruce Willis, the actor? It can't be. Let me have another look. I think you're right. Isn't he her third husband? No, he must be her fourth or fifth. Can you recognize that woman, Mary? 情态动词can biya是可以、能够。 情态动词在一般疑问句聚首, 用于提出一般疑问句。 Recognize是认出的意思。 I think I can, Tom. It must be Demi Moore, the famous actress. 情态动词can biya是可以、能够。 I think I can 是 I think I can recognize that woman 的省略。 Must 在这里表示肯定的猜测, 翻译成一定。 I thought so. Who's that beside her? Thought 在这里用过去式, 表示,哦,我刚才也这么想的。 So 做代词,只带前面, She will stay me more 这句话。 借词 beside 是在什么什么旁边的意思。 That must be Bruce Willis. Must 表示肯定的推测, 翻译成一定。 Bruce Willis, the actor? It can't be. Can't be 表示否定的推测, 翻译成不可能。 这时我们不用 mustn't be。 Let me have another look. I think you're right. Let somebody do 表示让某人做某事。 短语 have another look 是再看一眼的意思。 Isnt he her third husband? Isnt 在据手 表示反问的语气。 No, he must be her fourth or fifth. Must 表示肯定的推测, 翻译成一定。 Andy, Andy, 我告诉你, 我昨天当老板了。 当老板? Tony, 是你昨天晚上做的梦吧? 哎呀,Andy, 你真不知道我做的梦有多爽。 我梦见我当了跨国公司的老板, 用流利的英语指挥着一帮高鼻子的蓝眼睛的老外, 让他们往东, 他们就不敢往西, 谁敢迟到我就训谁, 让他们加班, 他们就不敢早回。 太爽了。 哦, 我倒是想听听你是怎么教训他们的。 就比如刚才有个老外迟到了, 我就还算客气地说了一句, 你一定不能再迟到了。 用英语说就是, 又, 又, 哎, 这个一定不能我是怎么说的来着。 你梦里说的可是流利的英语啊, 这么一会儿就忘光了。 你瞧我这记性, Andy, 你快帮我提题词吧。 Must, should, out to, 这几个词你不认识吧, 提了词你也不会。 我好像用的不是这几个词呀, 你还是不要卖关子了, 快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实际上, Must, should, out to, 它们都属于情态动词。 又是情态动词。 Must的意思是必须, 一定, 而should和out to的意思是应该。 学会了他们的用法, 你知道的可不仅仅是如何去教训别人了。 那刚才那句话, 用must应该是, 用must应该这样说, You must not be late again, 你不许再迟到, 这句话完全是命令口气, 很符合你老板的身份。 这句话果然够凶的, 看来里面的must not, 就表示一定不能了。 是的, 不过如果must只是被用来教训别人, 那可真是委屈它了。 must的意思是一定, 必须, 你还能用它来表达很多其他的意思。 哦, 说来听听。 比如下面这句话, they must be sleeping now, 它们现在一定在睡觉。 这个must后面跟的是进行试探。 这时must表示对现在的动作进行推测, 而当must的后面跟完成实态时, 他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推测。 像这一句, Look at this red face, He must have drunk a lot. 看看他通红的脸, 他一定又喝了不少酒。 实际上, 只要我记住must的意思是一定, 这些句子都不难理解了。 咱们的话题扯远了, 我还是说说你怎么用should和out to来教训你的员工吧。 是啊, 这才是我想听的。 should和out to是一回事, 都是应该的意思。 你来听听这句话。 You should come earlier tomorrow, 你明天应该早点来了。 我感觉这种说法适用于那些初犯的老外吧, 听着要比you must not be late again, 客气不少。 如果用out to, 你可以这样说。 You ought to come earlier tomorrow, 你明天应该早一点来。 太好了。 有了这两个词, 我以后当老板就能让老外们加班加到晚上11点了。 Hey, you must walk to 11 o'clock tonight. Tony, 我看你是受压迫太深了。 不过, you should take it easy, 别那么耿耿于怀, 轻松一点吧。 谢谢你交给我must, should, out to, 这三个形态动词的用法。 这回我的英语就更有用武之地了。 Andy, 我现在又想回去睡觉了。 是想回去继续做你的老板梦吧。 泛懒的Tony。 Tony, Tony, will you turn down the radio a little? 什么? 你将要把收音机关小一点吗? 你在说什么呀? 你看你看, 我说让你看看英语, 你还不看, 结果一张嘴就出笑话了吧。 什么你将要把收音机关小一点吗? 什么? 我错了。 will不就是将来时代里的注动词吗? 不就是将要的意思吗? 哎, 我还是告诉你吧。 刚才那句话中的will已经变成了情态动词了, 不是什么将来时代的注动词了。 原来will在这里已经和将来时没有什么关系了, 怪不得我感觉特别扭呢。 当我们请求别人做事情的时候, 常常用这个句型, will you? will翻译时, 一般译成, 愿意, 能, 像刚才那句, 我们就应该译成,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能把收音机关小一点吗? 嗯, 不错, 不过你应该记住, 既然will在这里表示请求, 我们最常用的对象应该是你, 所以will通常只和you连用, 而且只用于一般疑问句中。 你是想说will做勤态动词一般只用于will这个句型中吗? 对啊, 我来考考你吧, 你给我翻译这句话, 你愿意帮我吗? 我想应该是will you help me, 对吗? 还马马虎虎, 不过如果我想让你哪天为了学英语主动地跟我说这句话, 那可就难了, 你呀, 你就会说shall we go swimming, shall we play chess? 什么shall shelled? 你说的后半部分, 什么去游泳啊, 来下棋啊, 我倒是比较感兴趣。 告诉你吧, shall其实也是一个情态动词, 它通常用在句型, shall I, shall we, 等等, 表示提出建议, 像刚才我说的shall we go swimming, 意思就是我们去游泳吧。 嗯, 这个shall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它在刚才的句子里是什么意思呀? 句子里的shall是用来提出建议, 征求对方意见的, 有时可以翻译成, 可以怎么怎么样吗? 像下面的句子, shall I help you do some housework? 这句话应该翻译成, 我可以帮助你做点家务吗? 或者, 要我帮你做点家务吗? 看来这shall I 可以用来主动提出帮助别人, 我明白了, 我倒是很喜欢, 你能多对我说一些带shall I的话, 像跟我说, shall I buy you some ice cream? 给我买一些冰淇淋吃吃, 我倒是不会介意的。 我发现你学起来, 可真是够快的。 另外,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词, would, 它也可以当情态动词用, 而且意思和我刚才提到的 will完全一样, 所不同的是, 用would来请求别人会更委婉一些。 我知道了, Andy, 对了, 天这么热, will you go swimming with me? 还是shall we go swimming? 随便你了。 行啊, Tony, OK, Let's go! 这篇文章的每一句都有一个情态动词, 它们是 must, have to, all to, might, should, can, 所有这些情态动词, 后面接的都是动词原型, 注意体会这些情态动词的用法。 Dan must take day off tomorrow. He has to take care of his sick mother. He ought to talk to his boss, but he is afraid. His boss might get angry with him. What should Dan do? He can take the work home. This way, he can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Dan must take day off tomorrow. 情态动词must是表示主观的必须。 短语, take a day off, 意思是请一天假。 He has to take care of his sick mother. 这句里的have to 加动词原型 意为必须。 例如, I have to work all weekend. 整个周末我都必须工作。 take care of 等于 look after 意思是照顾。 He ought to talk to his boss, but he is afraid. Ought to 作为情态动词是应该的意思。 语气比 should 稍强。 形容词 afraid 意思是害怕的。 通常用 be afraid to do 表示 害怕做某事。 His boss might get angry with him. 情态动词 might 表示猜测 意思是可能。 might 表示的可能性 比may小。 get angry with somebody 意思是 生某人的气。 What should Dan do? 情态动词 should 是应该的意思。 在特殊疑问句中, 情态动词 接在疑问词的后面。 He can take the work home。 情态动词 can 表示 可以 能够。 动词 take 是 带的意思。 This way he can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情态动词 can 表示 可以 能够。 This way 表示 以这种方式 这样的话。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是个 谚语 意思是 一时两鸟 一举 两得。 Dan must take day off tomile 这是一个关于买票 和退票的场景。 在对话中 运用了各种情态动词 表达委婉的语气。 May I have two tickets please? I'm sorry we've sold out. What a pity! Can I return these two tickets? Certainly. 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 please? Certainly, but they are for next Wednesday's performance. Do you still want them? I might as well have them. May I have two tickets please? 情态动词 may 表示允许 翻译成 可以 情态动词 可以用于 提出 一般一文句。 I'm sorry we've sold out. sell out 是卖光的意思 后面省略了 the tickets。 What a pity! What a pity! 感叹句 通常用来表达 遗憾。 Can I return these two tickets? 情态动词 can 表示允许 翻译成 可以 return 的意思是 返回 在这里 是退票的意思 Certainly Certainly 是当然的意思 表示 非常肯定的 回答 Could I have those two tickets please? 情态动词 could 表示允许 翻译成 可以 could 与can 用法一致 但是更加委婉 Certainly but they are for next Wednesday's performance Do you still want them? Wednesdays 是 Wednesday的 所有格 行事 I might as well have them Might as well 表示 还是 什么什么 的好 例如 You might as well talk to your son 你还是 跟你的儿子 谈谈的好 Hi Andy Hi Tony 周末过得怎么样 昨天我参加了一个party party上人很多 不过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电视 You watched TV at the party? 什么watched 我只认得watch 看 观看这个词 但它后面多了个异地 我就不认识了 可别小看异地这个小尾巴 它可是一个特殊的标志 它表示动作发生在过去 watch的后面 加上它 异地 就称为动词的过去式 它是动词过去时代的一种 如 它擦过了玻璃 就可以说成 He cleaned the window 其中的cleaned 就是clean的过去式 哦 原来如此 那么我可以在任何动词的后面 加上异地这个小尾巴 就可以表示过去式了 别这么绝对 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直接在动词词尾 加异地 构成动词的过去式 但是在加异地的过程中 你会遇见三种异类 哪三种异类呢 第一类是以异结尾的动词 这时我们只需直接加地 如like 喜欢 change 改变 live 居住 它们的过去式是 liked changed leaved 所以 我过去喜欢猫 就是 I liked cats 可以理解 人家本来就有意 在家一地 多累赘啊 英语还挺讲道理的 那么 我想说 我过去居住在上海 就是 I lived in Shanghai 是不是 完全正确 第二类是以 辅音字母加y 结尾的动词 这时我们要把y 变成爱 然后再加上意地 如study carry worry 其相对应的过去式 是studied carried worried 这个好像和以外结尾的 名词单数变辅数的情况 差不多 也是变y为i 然后名词加es 动词就加ed 对吧 很对啊 这下你对它们的变化 印象深刻了吧 那么要表达 我昨晚学习了 这样一个过去的动作 该怎么说呢 I studied last night 非常正确 看来第二类变化 你确实掌握了 那你快告诉我 第三类是怎么变的吧 你先别急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你还记得动词ing形式的两种特殊变化形式吗 记得呀 第一种是 像put那样的以原音字母加一个辅音字母结尾 并中读的十一动词 要双写结尾的辅音字母 再加ing 好样的 好样的 其实这些动词过去式的变化规则也是一样的 你猜猜这几个词的过去式是什么呢 stop drop sleep 是stopped 是stopped dropped sleaped 对不对 对呀 那你能不能把这类动词的变化规律总结一下呢 这规律就是 go的过去式是went see是saw run是ran B动词过去式也属于这种特殊变化的一类 不过它们的变化形式很简单 只有was和were 既am is的过去式都是was are是were 如 I was busy yesterday 我昨天很忙 Susan was busy yesterday Susan昨天很忙 We were busy yesterday 我们昨天很忙 怎么都是yesterday啊 还有其他的时间吗 当然有了 除了yesterday外 还有just now 刚才 a moment ago 不久前 last week 上周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等 如 I was busy this morning 我今天早上很忙 这倒不难理解 可是我今天早上不忙啊 那怎么说呢 你真的不会吗 想想看 嗯 一般情况下 否定是好像就是加个not 那是不是就在what后面加个not呢 I was not busy this morning right 非常正确 真的 原来英语的语法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很符合我举一反三的个性吗 别得意 现在我就考一考你 考我什么呢 你不久前学过的一般疑问句 你考吧 我都牢记在心头呢 你把这两个句子变成过去时 is there any cake in the icebox does Tom love Jerry 这只需对号入座就行了 is变成过去时 was 这个does的过去时是什么呀 do和does的过去时都是did 那完整的句子就是 was there any cake in the icebox did Tom love Jerry great Tony 你现在真是日进千里啊 一定要继续保持哦 没问题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过去式这种时态 主要用来表示动作发生在过去 本文中既有B动词的过去式 was were 又有十亿动词的过去式 happened stole 还有过去式的一般和特殊疑问表达法 文章虽短包含的内容 却很丰富 I was late for work yesterday What happened? Did you get up late? No, I didn't get up late Did you miss the bus? No, I didn't miss the bus A thief stole my bicycle I was late for work yesterday Be late for Be late for的意思是迟到 B动词的第一人称单数M的过去式是was What happened? Did you get up late? What happened的意思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Get up是起床的意思 过去时的一般疑问句可以用did提起 No, I didn't get up late 过去时的否定句可以用didn't do 表示 Did you miss the bus? Miss的意思是错过 过去时的一般疑问句可以用did提起 No, I didn't miss the bus 过去时的否定句可以用didn't do 表示 A thief stole my bicycle Still是steel的过去式 意思是偷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 Hi, Tony,烦什么呢? Cheer up,高兴一点儿吗? 整天辛苦工作,生活平淡无期 要相信,happy life will not be a dream You will be rich, you will move to a new house Wait, wait,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weel不weel的? weel就是将要 要的意思 表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表示十年、二十年后发生的事情 表示明年、next year、明天、tomorrow 发生的事都可以用weel来表示 我们称之为将来时 那么如果是描述明天、后天 或是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之后发生的事 能不能用weel呢? 当然可以 那么你该知道我刚才说了些什么了吧? 这里的move是一般的意思 You will be rich,你将会富有的 You will move to a new house,你将会搬进一个新房子的 嗯,我猜大概是这个意思 真累啊,为了把weel这个词翻译出来 我的句子都听上去怪怪怪的 我可真不喜欢这个什么表示将来的词 还有其他方法的意思 你听听这条规则 你听听这条规则 只要看到weel,后面就一定是动词原型 如果weel后面要加m is和r呢? 你还记得币动词吗? 你还记得币动词吗?这里当然就要用圆形币了 嗯,还需要记一下 那我教你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 现在开始,跟着我读 You will be rich 直到你能脱口而出 You will be rich You will be rich You will be rich 哎,我当什么好方法呢? 原来就是这样 你可别小看了这种方法 其实你只要把一个典型的句子牢记在心 就等于记住了那些语法的框框 以后遇到类似的句子 拿这个套就可以了 时间一长,语感就练出来了 好了,现在你记住刚才那句话了吗? 记住了 You will be rich 怎么老是你富有 我也会富有的 I will be rich 哈哈,你看你看 脱口而出了吧 你现在知道把主语替换了 要是把动词放到will后面代替be rich 我敢保证 你现在至少会说三句话来描述将来了 把I放到you的位置 回家go home放到be rich的位置 我要回家就是 I will go home 对吗? 对 我的朋友们会来 就是my friends will come 我们会玩得高兴 玩得高兴怎么说呢? have a good time we will have a good time 你说对了 看来这方法还真不错 嗯,Andy 如果说我明天回家呢 这个明天放在哪儿? 我们可以把这个表示将来时间的词放到聚首或聚尾 那么我明天回家 或者两天后 some day 将来的某一天 当然还有很多 你自己平时要注意慢慢的积累哦 让我造几个句子试试 I will call you next week 我下周给你打电话 I will write to you soon 我很快就会给你写信 好啊,再来几句 妈妈很快就要去美国了 去美国是go to America My mother will go to America soon 他下个月结婚 结婚是get married He will get married next month 我不久将会调换工作 调换工作是change job I will change my job before long Wonderful 现在你已经学会用will来描述将来了 那你能猜猜他的否定和疑问的形式 是怎么样的吗 以前我学过必动词的否定 就是在必动词后直接加not 这里是不是在will后直接加not呢 对了 那么刚才那句 you will be rich 改为否定是什么呢 是 you will not be rich OK 还记得我开始的那句话吗 Happy life will not be a dream 啊 就是幸福生活 将不是梦想 还真不错 那么你会有钱吗 该怎么说 这是一个一般译问句 我记得 有必动词的问句 就是把必动词提到主语之前 其他动词问句 就是把主动词do提前 那么将来时的问句 是不是要把will提前啊 完全正确 就是把will放在主语之前 比如刚刚的you will be rich 就是will you be rich 这个倒是挺好记 问句把will提前就行了 那你就试试把刚才的那些句子 变成问句吧 你妈妈下个月会去美国吗 该怎么说 把will提前 就是will your mother go to America next month 你不久就要换工作吗 不久以后是before long 那该怎么说呢 will you change your job before long 你什么时候换工作啊 什么时候是when 哎呀 下面我不会了 你不是学过特殊疑问句吗 比如你什么时候起床 该怎么说呢 这个学过 就是特殊疑问词 再加上一般疑问句的形式 起床是get up 那就是when do you get up 对呀 将来时的特殊疑问句 变化规则也是一样的 想想刚才那句怎么说呢 什么时候换工作 嗯 when加上一般疑问句形式 will you change your job 就是when will you change your job 对了 嘿嘿 规则一样 这样想想倒也不难 对了 will有没有像B动词那样 有you are I am she is 这样的缩略形式呢 我觉得那样简单一些 有 will的缩略形式是 pll 比如 we will 可以缩略为 will you will 缩略为 you will will not 这样就简单多了 Andy 结束怎么说呢 be over 我现在就问你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 when will our将来时 be over 将来时是future tense 好吧 when will our future tense be over 还没学完就不耐烦了 不过这个句子你倒是说对了 be patient 耐心一点嘛 这里有个句子 里边的词你都认识 但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哦 是吗 说来听听 呃 是个关于工作的句子 Tom is going to work is 加going 加to 像刚刚学过的进行时 Tom正在去工作 好像挺别扭的 到底是在工作呢 还是要工作呢 Andy 这里的is going to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 你说对了 这里的is going to的原型是 be going to 相当于will 也是用来表述将来时的一种固定结构 有打算做的含义 那这句话就是Tom打算去工作 嗯 这个结构看起来又长又麻烦 其实你已经学会了用will表述将来了 be going to就非常简单了 它和will一样 后面也要用动词原型 在使用时 只要把be动词根据不同人称 做相应变化就可以了 比如 他打算买辆车 就是 he is going to buy a car 他打算戒烟 这句话你来说吧 戒烟怎么说呢 quit smoking 那这句话就是 she is going to quit smoking 我打算去减肥 减肥是什么来着 diet 那这句话就是 i am going to diet 你打算学英语吗 怎么说 这是疑问句啊 你不是学过 be动词句子的 疑问和否定吗 就按be动词的 变化形式遍就可以了 be动词的疑问 就是把be动词 提到主语前 否定就是not 直接加在 be动词的后面 所以你打算 学习英语吗 就应该是 are you going to study english 那么 汤姆不打算戒烟呢 Tom is not going to quit smoking perfect 学习语言 就是要有这种 知道一句 就能说出十句来的本领 Andy 既然begoing to和view 都可用来描述将来 那我用哪一种不都行吗 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俩是可以通用的 在表示将来时间的问题上 尤其是在口语中 他们的区别越来越淡化了 不过多掌握几种表达方法 会使你的语言更丰富 Andy 表达将来时的两种方法 原来很简单嘛 就是view和begoing to 我都记住了 具体就是 主语加view加动词原型 和主语加begoing to 加动词原型 有了这两个将来时的看家宝 将来时的表达 就可以运用自如了 全文用将来时态 描述了甜淡而闲适的退休后的生活 综合运用了表达将来时的两种 基本形式 will和begoing to 以及will的否定形式 won't 跟在will和begoing to后面的动词 使不发生任何变化的动词原型 nancy will retire next year she is going to open a small fashion house it will be a small family business she will make dresses for fine ladies she won'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it'll be enough her daughter is going to finish college she's going to find a job her son is going to get his driver's license he's going to save money to buy a used car it's going to be a happy year for all of them happy new year nancy will retire next year will是将要的意思 是表达将来时的重要形式之一 可以用于各种人称 后面接动词原型 she is going to open a small fashion house begoing to 是准备打算的意思 也是表达将来时的重要形式 be动词随人称 有m is are 三种变化 to后面接动词原型 动词open是开办的意思 it will be a small family business it指上句提到的 a small fashion house will表示将来时 后面加动词原型 she will make dresses for fine ladies will表示将来时 后面加动词原型 make dresses 就是缝制裙子的意思 fine ladies 是指时髦女郎 she won'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it'll be enough will的否定形式是 will not 也可以缩写为 won't 短语 make money 是挣钱的意思 a lot of 是许多的 大量的 可以用于修饰 可数 或不可数 名词 her daughter is going to finish college be going to 是准备 打算的意思 也是表达 将来时的重要形式 后面 用动词原型 to get his driver's license be going to 是准备 打算的意思 也是表示将来时的重要形式 后面用动词原型 因为主语是 her son to buy a used car to buy a used car be going to 是准备 打算的意思 也是表示将来时的重要形式 后面用动词原型 因为主语是 he 所以 必动词 用 is 形容词 used 的意思是 二手的 如 use the car 表示 二手车 to buy a used car 是句子的状语 表示目的 it's going to be a happy year for all of them be going to 是准备 打算的意思 也是表示将来时的重要形式 后面用动词原型 因为主语是 it 所以 必动词 用 is 句子的主语 it 表示 时间 借词 for 是 对于 的意思 happy new year 这是一句表示 祝愿的话 也可以说 happy new year to you 祝你新年快乐 hi tony 真巧 在这里碰到你 你也是来找 汤姆的吗 原来 你也是来找他的 不过看来 咱俩的运气 都不怎么样 tom went out了 你是说 汤姆出去了吧 看来我是不用进去了 不过 tony 实在不是我 吹毛求疵 你刚才说的那句英文 确实有一点问题 哦 你是说he went out 这句话不对吗 你这句话用来表达 汤姆出去了 这个意思 使用的句子的实态 有一点问题 不会吧 他出去了 出去这个动作 已经发生过了 当然应该用过去时了 用英语就是he went out吗 怎么 不会又有什么新情况了吧 注意了 如果动作是发生在过去 但是现在已经完成了 而且强调动作的结果 对现在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 过去时 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 我们就应该用一种新的实态 现在完成时 像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汤姆出去了 出去这个动作 已经结束了 而且你主要是想强调 这个动作对现在的影响 我就不用再进去找汤姆了 这时就应该用 现在完成时来表达 Tom has gone out 但我还是觉得 我说的he went out 也没有错呀 你说的这句话 用过去时态 其实根本就没有强调 汤姆出去这件事 对现在的影响 你说的话 意思实际上是 汤姆在我来之前出去过 假如我当时听了你这样说 我可能还得再进去 看看汤姆到底在还是不在 而用现在完成时来表达 就不存在上面这个问题了 he has gone out 的意思是 汤姆已经出去了 嗯 我还得想想这两句话的中文意思 汤姆在我来之前出去过 和汤姆已经出去了 这两句话的意思果然不太一样 所以呀 我听完了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只能知道 现在汤姆可能在 也可能不在 不能够从你的回答中 确定这件事 看来这回我是举一反三 过头了 我还以为 见了动作发生在过去 就要用过去时态呢 这回知道了 现在完成时 你就可以避免刚才 词不达意的情况了吧 那倒是挺不错的 不过咱俩说了半天 好像我还不知道 这现在完成时 在句子中是怎么表达的呢 现在完成时的句子里 出现了一种新的动词形式 叫做动词的过去分词 而现在完成时的构成就是 have或者has 加动词的过去分词 举一个例子吧 I have studied English for three months 这句话中的 现在完成时的表达就是 have studied 嗯 我得想想 I have studied English for three months 这种表达中的have和has 是助动词 至于什么是过去分词 你现在只要知道 它和现在进行时中的 动词的ing形式一样 只是英语中表达时态的 一种固定形式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你刚才说的have studied 这个结构中 studied就是你说的过去分词吧 我怎么看着它挺像动词的过去式呢 你的观察还是挺仔细的 实际上大多数动词的过去分词的外形和动词的过去式是完全一样的 只有那些不规则变化的动词 它们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才会不一样呢 这倒是不错 只要记住了普通动词的过去式 再记住 各别特殊变化的动词 过去分词也就迎刃而解了 比如说 汤姆出去了 这句话用现在完成时 应该就是 Tom has gone out 句子里的gone就是go的过去分词 怎么样 go的过去式 went和过去分词的差别 还是很大的吧 那也没有什么 这些不规则变化的词毕竟是少数 我只要把它们都记住就行了 我刚才说过这种have或者has加过去分词的形式中 have和has是助动词 知道了这一点 你能猜出现在完成时的疑问句和否定句的构成吗 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像刚才那句话 Tom has gone out 要是变成一般疑问句就是 has Tom gone out 而否定句就应该是 Tom has not gone out 是吧 行啊 看来你助动词的用法掌握得很好嘛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两个现在完成时的句子吧 我还正想让你再举几个例子呢 如果我告诉你been是be的过去分词 你能猜出下面这句话的意思吗 the train has been in a station for two hours 这个不难吧 这句话的意思是火车在站里停了两个小时了 诶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the train has stopped in the station for two hours 绝对不可以 这是一个错句 为什么呀 stop不是停的意思吗 这句话中的stop在英语中是不能延续的动作 就是说stop这个动作是一旦发生就马上会结束的动作 什么延续不延续的 我不明白啊 像leave居住这个词 你可以在一个地方住上一年两年 而marry结婚这个词 你是不可能和别人结婚结一两年吧 marry这个动作就是不能够延续的 而leave则是可以延续的 我懂了 刚才我们所说的stop这个动作 也应该是一下子就结束了的 不是延续的 所以它不能和两个小时 这个表示一段时间的时间状语相连用 想想看 第二句给我们的印象是 火车一进站就开始stop 想要停下来 结果踩刹车踩了整整两个小时 听起来果然很好玩 哦 看来你给我的句子是正确的 在the train has been in a station for two hours 这句话中 使用be的这个延续性动词就没有问题了 好的 我想我会记住这个延续和不延续动词的区别的 不过你还能再给我举一些这些方面的例子吗 行啊 非延续性动词像arrive begin borrow和finish等等 而延续性动词像listen play rain和work等等 这两类词语的区别你得慢慢的体会了 我感觉我今天真是学了不少东西 知道了什么是现在完成时和延续非延续性动词 我们还提到了现在完成时各种问句和他们的回答方法 记住 以后可再别把现在完成时和过去事弄混了哦 以后一定不会了 Tom has gone out 不过Andy 下次求你仁慈一点 今天居然在Tom家的门口被你上了一课 这篇文章主要体现了现在完成时的构成和用途 half done是其结构 这个结构的后面一般要加上表示一段延续的时间的短语 短语可以是for加一段时间 也可以是since加某个时间点 Mike and Susan have known each other for two years They have talked about getting married since last year Mike has already decided to marry Susan However, Susan has not really made up her mind yet She likes Mark a lot But she doesn't want to get married so early So, Mike has to wait Mike and Susan have known each other for two years 主语是复述形式 就使用half引导的完成时 句子里的for引导断时间撞语 常用于现在完成时中 each other的意思就是彼此 They have talked about getting married since last year 主语是复述形式 就使用half引导的完成时 句子里的since引导时间撞语 常用于现在完成时中 Talk about something 表示谈论某事,讨论某事 请注意介词后要接名词或动名词 Mike has already decided to marry Susan 这句的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是has引导的完成时 already是经常的意思 常常用于现在完成时中 However,Susan has not really made up her mind yet Not yet 表示尚未 常用于现在完成时中 例如 Helen has not decided to leave yet Helen尚未决定离开 短语 Make up one's mind 的意思是下决心做 She likes Mark a lot But she doesn't want to get married so early A lot 用来修饰like 翻译成非常 这句话的后半句 是一般现在时的否定形式 谓语是行为动词 并且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因此使用does来否定谓语 So,Mike has to wait Have to 是必须,不得不的意思 后面要加动词原形 Mike and Susan have no 这段文章在五处用了现在完成时 请注意体会 现在完成时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 并强调对现在造成的影响 I have just heard from my sister Mary She's in America She has been there for about a year Mary is a student She studies in Rice University And majors in literature She has just bought a second-hand car And rented a house Mary has never been abroad before But she finds her life interesting there I have just heard from my sister Mary 主语是I,就是用have引导的完成时 句子里的副词just是刚刚的意思 常用于现在完成时中 短语hear from somebody 是收到某人的来信 在这句话中的Mary是my sister的同位语 表示同一个人 She's in America In America 表示在美国 表示一种状态 所以用一般现在时 She has been there for about a year Be there 表示一种持续的状态 句子里的for引导断时间状语 常用于现在完成时中 Mary is a student She studies in Rice University And majors in literature Major in 表示以什么什么为专业 本段是在陈述现状 所以用一般现在时 She has just bought a second-hand car And rented a house 主语是she 就用has引导完成时 句子里的副词just 是刚刚的意思 常用于现在完成时中 But 是by the过去式 非延续性动词 用完成时表示动作的结束 Mary has never been abroad before But she finds her life interesting there 在现在完成时中 Never的意思是从未 before 是副词 是以前的意思 Find something interesting 表示 发现某物很有趣 在这里 Interesting 是做find的编语 Something的补足语 喂 Tony 你在干什么呢 我正在看电视呢 Channel V 好看极了 那你知道这句话 用英语怎么说吗 哪句话呀 就是 我正在看电视这句话 Oh 那你得告诉我正在怎么说 我知道我看电视应该说 I watch TV 对吗 说得对 但是说我正在看电视 这句话不用知道正在这个词 那该怎么说呀 别卖关子了 快告诉我吧 好吧好吧 你以前学过了B动词和实义动词的用法 都掌握了吗 B动词不就是MSR吗 实义动词不就是表示实际意义的动词吗 我当然都掌握了 那好 今天说的这句话就用到了B动词和实义动词 你只要在主语后面加上与主语相对应的B动词 再接实义动词的ING形式 再加其他成分就OK了 刚才的那句话 我正在看电视就应该说 I am watching TV 明白了吗 这样正在的意思就已经表达出来了吗 对呀 我们用B动词和实义动词的ING形式 就构成了一种时态 来表达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 比如 我正在读书 I am reading a book 她正在唱歌 She is singing 所以这种时态就被称作现在进行时 哦 原来是这样 这好像和中文有些不大一样啊 是啊是啊 中文里没有实态的概念 我们要表达现在 过去 将来的动作或者意思的时候 只是在副词上有所变化 比如 在中文里 我们就用正在来表示现在 用过或乐 放在动词后面表示过去的动作 而用要 将要 来表示将来要发生的动作 没错 比如我会说 我正在看电视 就是现在的动作 我看过电视了 就是我过去的动作 我要看电视 就是我还没有看 将要看的动作 难道英语里不是这样的吗 在英语里 现在 过去和将来的时间概念 主要是通过动词的变化来体现的 有些需要动词本身变化 有些还要借助其他的词与动词一起 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事态 今天学的现在进行时 就是由必动词和十一动词的ing形式来构成的 哦 都和动词有关系 其实也挺好理解的 你看 我们现在学的 现在进行时 不就是在主语后面加上必动词 然后再加上十一动词的ing形式就行了吗 可是 是不是所有的十一动词都可以直接加上ing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说明你已经开始学会怎么去学习了 一般情况下 十一动词是可以直接加ing的 但有两种特殊的情况是需要有一些变化的 第一种是像put、放和get 这样以一个原音字母加一个辅音字母结尾 并中读的十一动词 要双解结尾的辅音字母再加ing 就是putting和getting 那你猜猜step、踩这个词的ing形式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step这个词也是原音意 加辅音p结尾并中读 那也应该双写p 再加ing 就是stepping 没错 那么另一种情况是 以一个原音加辅音 加e结尾的十一动词 要把e去掉 再加ing 比如 dance、跳舞 come、来 你来试试看 小case 去掉e 加ing 就应该变为dancing coming 对吗 太对了 Tony 怎么样 现在进行时是不是挺简单的 是不太难 也挺好记的 那就是说你已经学会了 我想我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吧 可别差不多 你造几个句子试一试 看看你掌握的怎么样 没问题 你听着 如果说 我正在看channel v 就说 I am watching channel v 还有啊 channel v里的大明星也会说 Hi This is Michael Jackson And you are watching channel v 对呀 学得倒是很像的嘛 那你听过英语广播吗 美国之音的主持人 经常怎么说呢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你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对吧 对 我看你以后还是去电台 或者电视台 去当什么DJ好了 这些电视和广播里的句子 你倒真学得很快呢 那当然了 从电视和电台的英语节目里 也可以学到很多英语知识呢 没错 那我再问你 你知道现在进行时的否定 是怎么表达的吗 嗯 是不是就在B动词的后面 加上not就行了 嘿 还真让你给说对了 你看 不含糊就是不含糊 再造两个句子 给你瞧瞧 如果说他没在唱歌 就应该说 he is not singing 如果说 汤姆没在踢足球 就应该说 Tom is not playing football 对不对 还真难不住你 那你告诉我 如果我问你 你正在干什么 怎么说呢 当然是特殊疑问词 加一般疑问句了 What are you doing 如果说他们正在跳舞吗 怎么说 这个可是典型的一般疑问句 只要把助动词B提前就行吧 应该是 Are they dancing now 不错嘛 有了B动词和实义动词的知识做基础 现在进行时态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不过关于现在进行时态的用法 还有两点要强调一下 是什么呢 首先 现在进行时经常与now连用 表示说话时正在进行的动作 例如 It is raining now 现在下雨了 我明白了 就是用now与现在进行时连用 表达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在发生的动作 对吗 对 现在进行时还可以和 at present 目前 this week 本周 these days 这几天等时间状语连用 表达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动作 而不一定是说话时正在进行的 例如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 你们本周做了些什么? We are learning English these days 我们这几天在学英语 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 这个动作在一段时间内一直进行着? 可以呀 这种情况也要用现在进行时 嗯 记住了 是不是只要是表示现阶段一段时间的词 比如 This month This year 都可以和现在进行时搭配呢? 说得很对 好了 我们今天已经讲了不少了 你都记住了吗? 当然了 那你能告诉我 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内容吗? 啊 让我想想 今天讲了三点内容 首先 学了什么是现在进行时 又学了它的否定形式 最后 学了两种现在进行时的表达 一种表示说话时进行的动作 另一种表示 近一段时间正在进行的动作 对吧? Yeah Tony You are really a smart boy Oh You are stepping on my foot Oh Sorry 不过你刚才那句英语说得倒是很地道 就是现在进行时 你 你在这个时候还想着现在进行时? 不好意思 我看到你能把新知识用得这么好 感到欣慰吗? 下面这篇文章描述了 王先生一家的生活 注意体会现在进行时的运用 It's a busy day at the Wang's house Mr. Wang is fixing his bike Mrs. Wang is writing a letter Their daughter is reading a book Their son is exercising Even the dog is busy It is chasing a cat The cat is running for its life The wangs are busy But they're having fun It's a busy day at the Wang's house The wangs house 意思是王家的房子 以S结尾的复数名词的所有格 直接在S的后面加撇即可 Mr. Wang is fixing his bike 现在进行时 由B加doing构成 主语是Mr. Wang 所以后面用is Fix的现在分词构成比较特殊 Their daughter is reading a book Mrs. Wang is writing a letter Mrs. Wang is writing a letter 现在进行时由B加doing构成 主语是Mrs. Wang 所以后面用is 读书要用动词read Their daughter is reading a book 现在进行时由B加doing构成 主语是daughter 所以后面用is 读书要用动词read Their son is exercising 现在进行时由B加doing构成 Exercise的现在分词构成 是去掉结尾的字母E再加ing Even the dog is busy Busy是形容词 做系动词is的表语 It is chasing a cat 现在进行时由B加doing构成 Chase的现在分词构成 是去掉结尾的字母E再加ing The cat is running for its life 现在进行时由B加doing构成 Run的现在分词构成 是双写结尾的字母N再加ing The wangs are busy But they're having fun 现在进行时由B加doing构成 Have的现在分词构成 是去掉结尾的字母E再加ing 短语have fun的意思是玩得开心 The cat is running for its life